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称为有大吉大利面相的一种人 这种人的好运势主要体现在官运亨通上 拥有这种志的人 大都性格圆滑 处事严谨 待人有亲和力 很适合在官场上生活 因此 如果一个人脖子上有志 那么在面相学中属于大吉的面相 而且这类人如果善于为人处事 喜欢掌握权力 有当官的霸气和野心的话 他们往往可以成为位高权重 让人敬仰的人 第二 脸上有志 脸上有志对于人的容貌而言是不利的 毕竟长在脸上意味着志的位置太过于突出 这种担心并不无道理 虽然脸上有志也属于三星互体质的一种 但是这种志的福报 却需要本主自己参悟出一些人生道理 找到妨碍自身富贵的真正障碍 破除阻碍之后才会获得大的富贵 具体来说 右脸上有志代表着富贵气 这种人虽然有一定的挣钱能力 但是总是在挣大钱的时候遇到阻碍和坎坷 可能来自于一些外部力量的干预 也可能是来自于本主自身性格问题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阻碍 都属于本主天生自带的障碍 需要本主参悟一定道理后才能破解 实现大富大贵的人生 左脸上有志的人代表着福气 这份福气主要来自于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机缘 很多左脸有志的人命中的运势都不错 但是缺乏贵人引路 虽然生活可以顺心如意 但是却远远达不到他们想要的高度 因此 左脸上有志的人 往往因为无法抓住好的机遇 而影响自身福气指数 也需要本主自我反省 才能让护体志发挥出本来的作用 第三 腿上有志 腿上的志作为三星护体志之一 代表着运气指数高 拥有这种志的人往往性格乐观开朗 情商高 喜欢与人为善 朋友缘很好 尽管腿上有志的人 一生中会遇到诸多的困难 但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不仅不会因为困难而受到打击 反而会因祸得福 收获更多的机缘 助力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步步攀升 最终实现坐拥财富 享受自由幸福的人生 人身上或多或少 可能都会长有志 三星志又不是人人都有的 但还有许多位置长志 寓意着福星高照 一 下巴长志 财富一生 家庭幸福 下巴长志主财富 如果哪个男人下巴四周有志 代表会有财富伴随其一生 这种男人不动产多 适合做房地产投资 或者是相貌平平的他 很有可能祖上有一大笔遗产 此外 下巴长志的男人一般都很有学问 也是懂得生活质量的人 二 极致揭秘福禄双收相 通常女人眉毛上方的志 都是大吉大利 大富大贵的志 都是非常吉利的 这些位置长有志的女人 通常会生活无忧 生活富裕 子女孝顺 可谓是福禄双收 三 全股长志 事业有成 功成名就 如果男性有在全股上长有志 对其事业相当有利 代表会在职场上有一定的地位 事业上一定会有一番大成就 长有这种志的男子 特别有上进心 事业上有很多成功的机会 一般都是做领导的人物 这样的男人不仅长得气质出众 走在人群中也很受到尊重 四 极致向揭秘望夫老婆向 中国传统流传着 女人有几颗志是万万不能长的 这就是所谓的克夫志 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 长着这类克夫志的女人到底 可以让自己的老公如何不爽 克夫志 这两颗克夫志 传统意义上讲是女人好色在嫁的标志 特别是志可以长在 美人间 上 相貌一般是出众万分 所以会因为桃花多 给老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现在看来 这其实也算是好事情 证明你家的妈妈上得厅堂 反而可以给你带来面子 克夫志 这克志和前三类不同 不是给丈夫带来麻烦 而是这类女子很容易同情多灾多难的男人 她们或者过得很艰辛 或者身体很弱 都需要老婆付出比较大的精力来扶植 而从女方的角度而言 这类女人一般是感情丰富 细腻的女子 所以如果能娶到这样的老婆 可以说男人很大的福气呢 五 眉中带质 草里藏株 很多男人眉毛里都会有志 这样的志相称作草里藏株 有眉毛志向的男人 一般都是心怀远大 做事高调 决断力非常好 能够带领下属积极做事 所以一般都会出人头地 在一方有一番作为 六 脸颊痣 故周遭 亲原众 脸颊有痣的人 较可能会有法律诉讼方面的问题 他们的优点 是在做事方面非常积极 靠自己的力量 可以达到目标 在与人相处方面 比较不会去体会别人的心思 较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 需多加用心 别以为只有你自己有烦恼 只把别人当作听统 如果志得行不好 则此人特别欠缺实行力 又无法体会别人心思 因此容易遭到周围人的反感 七 极致向记录 嫁入豪门的有福女 什么样的 man能嫁入豪门 从此衣食无忧 过着王子与公主的快乐生活呢 下面我们从志的分布来推测一下 脖子正面有志的女人 非富即贵 即使自家财产平平 也会嫁个好人家 享受富足的生活 在鹅角或眉毛正下方添鼻子的地方长制的man 将来一定是个贵夫人 嫁入豪门的几率很大 八 鹅上至 远加亲 志向在四方 运气一般 与亲人之间的缘分较浅 离家在外的机会很多 也很难受到长辈上司的援助 提拔 生活也较艰苦 不过 如果长在鹅头中央上方 那么说明其人心智成熟 晚年生活较安定幸福 若是女性拥有鹅上志 则财运较佳 但是在感情上容易有挫折 所以在选择终身伴侣时 必须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一切言行举止 如果志得行很好 则表示在运势上 拥有良好的环境与基础 成功的可能性颇大 九 吉志向揭秘众星捧月大吉向 大吉志 在古代 不论男女眉毛中间的志 都是最为吉利的 古时候称之为 双龙细珠 意思就是说 生命中会有很多贵人相助 即使你出身平平 或者才学平平 都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把你捧到最高的位置 十 眼角掌志 经商大户 财运风龙 这颗质指的是长在右眼角的平行延长线上 叫做经营志 这类男人头脑聪明 处事谨慎 是非常有想法的男人 为人处事圆滑 对机会的把握得当 属于完全靠自己发家致富 白手起家的类型 这类男人可能书读的不是太多 但千万不可小瞧他们发家致富的能耐啊 由于他们懂得生活的艰辛 晓得珍惜眼前的一切 属于懂得守夜之人 十一 极致向揭秘望夫老婆向 女人望夫制的现代含义一般有两个 一 比较招婆家老人喜爱 家和万事兴 日子过得舒服惬意 二 娘家很有背景或实力 完全是上的厅堂下得厨房的典型代表 但是其本人可能在事业上却毫无建树 安稳度日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有得必有失的道理 十二 鼻头长智 财运滚滚 物质生活丰富 在面向十二宫中 鼻子被称为财博宫 鼻头越风龙 收入越多 鼻翼越饱满 积蓄也越多 如果一个男人鼻翼饱满 鼻头丰厚 在鼻头还长有一颗醒目的小黑痣的话 代表财运不错 如果有突然出现的黑痣 代表会尽财 然而 要注意 如果鼻翼上有痣 则说明会漏财 有财富也留不住 十三 嘴角的痣 福禄多多 嘴角有小痣的男人 一般会长在下唇旁边 这样的嘴角痣 在民间叫做痴痣 意思是有这样痣的人 一生都有美食可以享用 但是在现代社会 这样的痣相 代表物质生活丰富 会有享受不尽的物质生活 车 房子 美食 华福等 十四 额头长痣 福禄一生 幸福长寿 男人的额头是祖夜的象征 如果有一个好痣 再加上天庭饱满 那这样的男人 可谓是一生福禄响之不尽 额头 眉头上大概一小指截肚的位置 一排有左痣右围 天宅痣 富贵痣 吉祥痣 吉祥痣 田宅痣 官露痣 富贵痣 假如天庭饱满的男人 在额头靠近发际的地方 发现一颗又大又亮的黑痣 那可是富甲一方的标志 其实也是预示着 这个男人的家庭背景也很不错 然而此痣假如发宗发案 那可却是相反的意义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